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8月09日 拜仁曾尝试引进罗拔山骑士 据每日邮报报导 车路是最终以2500万英镑引进25岁门将罗拔山骑士 这个价格也吸引了拜仁 在蓝军完成转会前 拜仁在最后一刻询问了罗拔山骑士的情况 看看是否还有引进机会 当时车路是尚未完成交易 但罗拔山骑士已经决定加盟蓝军 他七年的合同条款已经在当时得到了确认 至于他的转会费只有2500万英镑 这是因为他在白里顿与迪沙比的不合导致的 迪沙比是一位一丝不苟的领队 他对球员的细致指导甚至包括他们在各种情况下的传球选择 罗拔山骑士与迪沙比在这方面有分歧 后者认为这时迪尼是更好的门将选择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